大家好,我是X机 记者会相信大家看过不少了 有些记者会充满火药味 有些记者会千遍一律 有些记者会会把别人拉下水 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两个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尴尬记者会 请大家准备好不失礼貌的微笑 今天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左春和内守 接下来我们就称他为阿守好了 跟着阿守的自传 他是1963年在广岛出生 父母都是广岛元报的幸存者 当音乐老师的妈妈 因为相信英才教育的理念 所以从阿守四岁开始就叫他钢琴 十岁的时候 阿守已经可以完美演奏 贝多芬和巴哈的作品 高中毕业之后 阿守没去上大学 而是自学作曲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阿守总是出现原因不明的片头tone和耳鸣 听力也开始变差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成为一个伟大作曲家的理想 终于在1996年 他有了替电影《秋鹰》配乐的机会 之后他又帮著名电玩游戏 《生化危机》和《鬼舞者》配乐 从此阿守打下了名堂 但同时他也完全失去了听力 除了耳龙以外 他还有严重的耳鸣 关节炎和剑烧炎 要长期吃止痛药和撑拐杖走路 但即使面对那么多困难 阿守还是能创作出感动人性的作品 就连《时代》杂志也称他为 数位时代的贝多芬 作为广岛原报后代的他 写了悼念《原报罹难者》的交响乐曲 他也因此后颁广岛市民奖 2013年他又创作了《暗魂曲》 以纪念日本的311大地震 阿守的专辑也登上了 日本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新元龙的大学音乐教授 突然召开记者会 说自己从1996年开始 就帮阿守代写作曲 包括前面提到过的《秋英》 《鬼舞者》 甚至是纪念《广岛原报》的交响曲 其实都是他创作的 而且新元还爆料了很多阿守的秘密 例如其实阿守的钢琴 只有初学者的水平 还有连曲谱也不会看等等 不过更不可思议的是 其实阿守的耳朵 原来是能听见的 妆容只不过是为了要卖产 提高专辑的销量 至于早就收到消息的阿守 在新元开记者会的前一天 就发声明之曝 自己确实有请人代彼 只不过面对愤怒的粉丝 和媒体的不断追问 阿守还是被逼开记者会道歉了 在记者会上 他继续壮模作样 说自己没了手语翻译 就没办法沟通 直到这一幕的出现 またそれに対する謝罪の言葉は まだ聞けてないんですが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あの 何を謝れと まだ手話通訳を 我やってませんよ 全部を聞いてからの方が 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は? いや僕は今 おっしゃったことに際して 話しているわけです 何を僕が じゃあ僕美子さんに 僕の目を見てやりましょう 僕の考案をしてください そういうふざけたら 僕の考案をしてください 虽然这記者 却是非常欠揍 但要是他不够健 也不会把阿守 气得没等手语翻译完 就急着要回腔 记者而穿帮 不过阿守 坚持自己听力 是真的出过问题 只是後来不知道 为什么听力又恢复了 イエルさんは 私が言っているわけです 那因为这次的造詐事件 阿守的全国巡回演出 被逼中止 法院判他要赔 5670万日元 给主办方 而他说要告 新元誹謗的事情 也不了了之 之后有杂志说 他在横冰的家 在2018年 被法院强行拍卖 直到现在 阿守就再也没有 在公開场合出现过了 日本料理相信很多人都爱吃 但你有没有想过 花大钱去高职日本料理店 结果店家给你提供的 却是别人的剩菜呢 日本有家叫 传长吉兆的店 就真的这么做了 传长吉兆 是吉兆集团的 其中一家分店 而吉兆是在1930年 在大阪创立的老店 创立以来 各种账商名流 都喜欢去吃 还多次被选为 G7峰会的指定料理店 就连英国前首相 和美国前总统都有吃过 到了1991年 创办人退休 把几家吉兆 分给他的子女 而继承了 今天要说的传长吉兆的 就是创办人的三女儿 汤木佐自子 打着吉兆的名号 传长吉兆 刚开始的口碑 还是不错 1999年 在福刚开了分店 之后还跟不同的 百货公司合作 推出各种商品 在百货公司上架 然而到了2017年10月 传长吉兆被揭发 把过期的盒果纸 重新包装 篡改有效期限 继续贩卖 几天之后又被踢爆 连在百货店的小菜 也同样篡改有效期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1月9号 传长吉兆的本店 在被揭发 用便宜的左货牛 假装成高价的淡马牛 便宜的鸡 伪装成高档鸡 就连不太值钱的 酱菜的产地 也是假的 但是传长吉兆的高层 一直强调自己不知情 说都是底下的员工 和供应商的制作主张 不过又过了没多久 又有媒体揭发 传长吉兆会把客人 吃剩下的菜回收再用 像是把剩下的天妇罗 重新翻炸 剩下的鱼拿去重烤 没动过的赤身 当然不会浪费 就连摆盘用的萝卜丝 也是冲一下水 就重新再用 面对卖剩菜的指控 老板娘终于承认 这是事实 而且还自曝 这十几年来 一直都是这么做 但是他坚持 这不是要欺骗消费者 只是不想浪费粮食而已 这样的回答 当然惹怒了 曾经花大钱 去过他们家吃饭的客人 最后老板娘 被逼搭上自己的大儿子 看记者会公开道歉 老板娘本来是想要帮儿子解围 但是没想到日本制造的麦收音效果那么好 而这一番操作 让日本媒体给他取了 碎碎念老板娘的外号 至于船长急躁 虽然想要卷土重来 但是因为事件爆出之后 被大量客人取消定位 根本就没有人再敢去吃 所以过了半年左右就倒闭了 还害其他急躁的分店也受到了影响 十几年后的今天 老板娘再次现身 说当时记者会的所有内容 甚至鞠躬多少秒 其实都有律师指示 但是因为当天大儿子实在太紧张 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想帮一下儿子而已 而他事后也申请破产 砸锅卖铁还完81日元的债务 现在只靠着每个月 15到20万日元的退休金过活而已 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什么 印象深刻的记者会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我是一个坏着的人 那好了 我是夏基 我们下次见 拜 明天 contro cont τ 然后 等一下 空 化 温度 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